刘雨十天 现在马里先去城 Wolves 要看好天称要出来干嘛呢 就是为了看这个很混混的黑信观众的东西 看些是今天在大宝谷有一个阿芭菲 就是那个一部会 然后什么是一不贵呢 不是素典说就是 卖艺术品的展销会 然后呢 但是会有很多非常有非量级的画廊 展出他们所代理的 非常牛逼的艺术家 当然也可以看一下艺术室啊 有些表达这些 艺术作品啊 前几天在香港的阿华作的时候 那个 其实也有很多开卖的 开卖的 然后像现在 今年的阿华贼他们是 所谓非洲艺术家的 所以像西班里有很多 关于非洲艺术的展览 然后包括 加仕德还有 各种非洲主题的一些 拍卖会 说明我们的idols 会买一个什么非洲艺术品 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吧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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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Let's stay in the pirates 这家叫同困鸟啊 就是用那些 日常中可见的随手可得的 扔掉的一些玩具啊 或者是旧的家 Let's show them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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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They'll say you could do anything They'll say that I was clev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stay in the pirates We be staying in the pirates We be staying in the pirates 现在来到的这家画廊 就是一博会特别推荐的 有代理非洲艺术家 Avnovia Gallery 它是一家南非的画廊 像花样年华之前 好像花样年华我之前 它超级像楼梯 非洲版的花样年华 科特迪瓦的一位老爷爷创作的 接受到了自然的启示 把他们都记录在这些小卡片上 更牛逼的是当地的语言文字也是他发明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南非艺术匠 它是用拼接和切锅的手段 然后对家庭消费当中常用的一些黄色加仑桶 做成的一些装置 然后基本上也是反映了 对当代非洲国家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一个调查 然后像他的作品当中呢 就充满了对生活身边的物品的一些细维的观察 然后创作手段也包括摄影装置还有雕塑 就是非常能够反映对自身 还有自己家庭移民历史的一个记忆性的叙事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很累哦 我的腿都挂断了 就大家知道一波会怎么累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想看的展览 想让我们帮你去看的话 欢迎订阅以及关注我们的微博和YouTube的账号 我们是Who Cares Art Project 拜拜